Hello大家好,我是雷永轩荣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惯性 我们之前知道有一个词叫万有引力 其实这个世界同样也是万有惯性 一切的事物都有它的惯性 你说只要这股气起来了 之后你再想刹车你就得费点力 所以我们用好了 那对我们的修行就是非常的有利 非常的省力 那如果我们用不好用偏了 那对我们的修行就造成了大大的阻力和阻碍 因为它有惯性 它朝下跑它也是跑 你还要再继续加油往上推 所以惯性 平时其实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惯性无处不在 包括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 我们刚一启动车的时候 最费油的时候 就是这个车子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 但是它一旦跑到高速上之后 你轻轻点一下 它这个车就刷刷地跑 为什么因为它有了惯性 它按照这个惯性 它就跑得非常轻松 对吧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 有时候在线下留言 就是为什么自己平时也有修行 对吧 为什么进展那么缓慢 对吧 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惯性的特性 所以只要我们抓住了惯性的特性 我们再修行起来 就是如鱼得水 如鸟得风 就是你会越发的省力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有的朋友 这个打坐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你这个能量 这股劲刚要扬起来的时候 你又不干了 你又出去 然后你又胡思乱想 对吧 天天又又又又陷入很多的这个是非里头 对吧 又出了这个修行的这个状态了 所以这个惯性就不在了 你即使前两天修得再好 你你刷一下 你又退回去了 对吧 之后你再想回来这个状态 你又得这个重新费力 对吧 跟大家举个例子 你吹气球的时候 你这个气球最难吹的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时候 你要鼓足的力 然后开始吹 对吧 但是当你当这个气球 一旦膨胀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 你轻轻地往里头吹 你就看它长得就非常快 对吧 所以一切事物都是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惯性 我们主要是说什么 我说到通过一些朋友 我前两天也也见了一个朋友 见了一个朋友 通过我们的这个谈话 也是我们频道的一位这个观众朋友 然后见完之后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今天在这里这个跟大家分享 就说 我们平时 这个 很多事情啊 在不经意间 就把我们平时好不容易 积累起来的这个能量啊 这股气啊 就都给漏掉了 例如有一些朋友 平时 这个 这个看手机 有这个看手机的习惯 我们之前这个影片里头 也讲过 对吧 大家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能量啊 保持自己的这个洋气元气啊 你眼睛就少看 少这个 这个 眼睛鼻子 耳朵嘴巴 对吧 眼睛少看 耳朵少听 嘴巴少说 对吧 吃也要注意 这个吃少一点 不要每天吃 吃太多 对吧 脑子少想 对吧 所有这些 我们都要 有一个度在那儿 但是很多朋友呢 他就是因为这个惯性所在啊 他 他也知道 对吧 他也知道 哎呀 我常看这个手机 不行 对吧 这个说那么多话不行 但是他有这个惯性在 你看 从这个长了的这个惯性来说 就是他每天 他这个一觉醒来啊 他不拿这个手机就不行 因为有那个惯性在 他不拿 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啊 缺少了意义 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 是吧 大家想一想 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啊 其实我们屏幕前 很多修行的一个朋友 应该也 很多朋友啊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从大 这个长远来说 我们每天啊 注意到这个惯性 所以我们这个绝照很重要 注意到这个惯性 然后每天啊 试着把这个手机 每天看这个 手机的这个习惯 你看惯性惯性 就是习惯 对吧 这个习惯里头 这个惯就是惯性 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啊 都给慢慢的 都给破除掉 对吧 这是从长了说 那短了 短了说 你每天 你看手机的时候 你有惯性 你说我就看一分钟 我看看重点 或者我看看这个 这个玄融的影片 对吧 你看影片 你就看 看完了之后 哎呦 这个惯性还在 我再刷一个 再看一个 然后看完之后 哎呦 我还有点精神 我再看一个 这就是这个惯性 惯性引领着我们 一直就要这样做下 直到精疲力尽 对吧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直到你感觉 哎呀 实在受不了了 我太累了 这个时候再去 很多朋友 晚睡觉 我之前反复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十点之前 一定要睡觉 他也是惯性 就改不了 必须到那个点 睡不了 因为有那个惯性在 所以呢 我们平时时刻就要注意 就是无论是好的惯性 我们在修行中 养成我们好的惯性 养成我们时刻 绝招的这个惯性 对吧 养成我们 这个打坐的这个惯性 对吧 养成我们在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 我们都处在这个 修行状态的这个惯性 然后那天那个朋友 还问我 你说我除了这个打坐 打坐之外 我每天特别的 特别多的事情 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修行 每天我要这个工作 对吧 我要工作 我要跟朋友 还要 我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在约我去唱K 约我去吃饭 对吧 然后我有时候 我自己闲下来的时候 我人生不能没有意义 我也要看看追追剧 看看电视 听听这些新闻 什么的 对吧 那我怎么修行 对吧 这样我打坐的时间 就很少 你看 这一看就是没有 之前好好做笔记 对吧 没有认真听 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影片 其实我们之前 所有这些都已经说过了 那除了打坐之外 其实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到场 对吧 不管是我们 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在唱K的时候 还是工作的时候 还是在看电视剧 追剧的时候 所有这一切 只要我们及时的绝招 我们活在当下 对吧 我们就是 就是一个修行的状态 所以我说 我之前反复的在影片中 跟大家说过 我们看完 看这影片 我看完了之后 有重点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有一个小本本 对吧 把它记下来 你不记下来 一定会忘的 对吧 所以我说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 这个有一些影片 有的时候 我们朋友说 这些影片好像之前 也说过大概的这个内容 对吧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我还会围绕着一个内容 经常都会跟大家说 因为我那天 我就跟这个朋友说 我说 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不会记笔记的 你们是不会记在这个本子上的 我说完了之后 可能有这个1%的朋友 对吧 真正的去记 但是99%的人只是听 记到本门上 知道知道了 然后之后就就不会再去记的 所以因为我知道大家有这个特性 有这个惯性在 所以我经常的 也录一些大概 我会换一个故事的方式 换一种方式 来跟大家再讲述一下 我们要达到这个状态 达到这个境界的这个做法 对吧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就像我们 很多有这个 要去这个教堂 做礼拜的朋友 要去寺庙里 对吧 要去道观 要去什么这些地方 做礼拜的这个朋友 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 就是因为 让你养成一个 这种状态 因为你一不去 你平时在人生 在我们这个人生中 翻江倒海的 每天经历 那么多事情 见那么多人 对吧 然后你这些修行的事情 你都忘了 对吧 所以要去这些地方 再把它翻弄出来 对吧 好好意识一下 觉照一下 忏悔一下 对吧 所以我们的影片 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影片 也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就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就是我这方面 好像之前说过 对吧 但是我没有注意 我今天我又听一次 对吧 我又注意了 那还有一点 特别强调的 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我在影片的最后 有的朋友可能不会看到影片的最后 因为我最后要说什么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对 我一定会说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我之前的影片 发现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些朋友 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就是每次期待着 期待着我们新的这个影片出来 其实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这个影片 我们修行的这个东西 它没有时效性 不像这些时政新闻 对吧 你今天看了 明天后天 或者什么下个礼拜 你再看上个礼拜的 你就没有必要再看了 因为早就过时了 对吧 但是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影片 任何时候 它不过时 你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回去 我之前大把的大量的这些影片 大家都回去看 不要期待这个新的 其实你还是可以挖掘出很多 其实对人生啊 非常有用 有价值的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回去 去看我之前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影片 并且在看的时候 有的朋友在这个看完 看完就忘了 对吧 所以你不记笔记也没有问题 重点不记也没有问题 经常的看一看 对吧 经常的看一看 然后看一看 看一看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人在不经历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会 这个东西 这个信息 我们不会接收到 只有什么时候 我们真正遇上事情了 这个信息 跟我们这个信息 所对应的时候 我们在 原来那句话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了 领悟了 对吧 但是不遇上事的时候 你就是不想听 你就不知道 对吧 没有跟那个同频 所以我们平时 就是没事的时候 大家就回去 听一听 很多的我有的里头那些小故事 也都非常的有含义 有意义 对吧 大家都不可以回去听一听 同时那位朋友还问到 就说 我觉得现在的频道的这些内容 还不够精细 对吧 然后很多东西 还要继续再把它精细下去 因为我还想学习更多的这些深入的东西 对吧 你为什么不开头会员 对吧 我说如果是更精细的话 我们会要 因为我们这个修行 在人世间 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繁琐 一旦我们真正的要细分下去 真正的精细的这个修行的话 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不见得我们很多的这个屏幕前 这些朋友都有这个耐心来看下去 所以我现在尽可能的把它简化到 能满足我们这些朋友啊 都能够把它看完 都能够大概的了解到里面的一些 修行的一些含义 那这位朋友就说了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朋友 我们愿意花这个大量的时间 去做这个精细的 这个修行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今天就借着今天这期影片啊 来征求一下这个 我们屏幕前的这些 我们这些朋友的这个意见啊 就是大家有多少的朋友 希望我开通这个会员频道 那当然这个会员频道 是有一个门槛的 为什么会有门槛 就是说大家 你要有所付出了 你才会珍惜 对吧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些 通通都是免费的 对吧 所以有的朋友啊 他听免费的 你让他干什么 他也不做 对吧 你让他记笔记 他也不做 你让他经常的回去 听听这个之前的 他也不去听 反正这个东西一直都在 我想什么时候看 我就什么时候看 一直就期待着这个新的东西出来 对吧 所以大家就会有这个期待 那一旦大家有所付出一点了 对吧 我们开通这个会员频道了 我们就会更加精细的 这个时候 我相信我们这些朋友 也不会嫌我啰嗦了 因为有的时候朋友说 这个讲得太啰嗦了 对吧 但是我要顾及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 因为每个朋友的这个状态不一样 有的可能需要快一点 有的需要慢一点 所以为了顾及到所有的人 我们只能稍微慢一点 啰嗦一点 为了大家都可以听懂 听明白 对吧 感悟到 所以今天借着这个影片 来征求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 如果大家希望我尽快的开通这个会员频道 的话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然后留下大家的这个意见 然后根据这个评论区 大家留下意见的这个多少来决定 是不是有必要这个尽快的开通 我们的这个会员频道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精细的 来深入的进行我们整个之后的 这个修行的这些 这个分享 所以呢 今天主要的 就说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切都是好的坏的 都是这个惯性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坏习惯 不好的习惯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这个觉察到 然后慢慢的 让我们逐渐的进入到这个正轨的这个惯性中去 这样之后我们的这个修行起来 才会越来越省力 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记得到评论区 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想法 同时记得点赞订阅 别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之后的更新 然后把它法布施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获益 还是那句话回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